哈囉大家好我是PonPon 今天要開箱的是一款比較特別的手機 那就是台灣沒有上市的紅色款三星NOS 5G的版本 這邊看到的是PonPon的朋友透過水貨管道入手的韓國版 首先看到紅色5G版NOS的盒裝 基本上和台版差不多 不過中央的S-Pen圖案是紅色印刷 另外型號底下還多了5G的文字 開箱之後,紅色版搭配的也是黑色配件 接著看到手機本體 先來和我右手邊的台版白色NOS比較一下 基本上外型完全相同 唯一一個不明顯的差異在於背面的底部 在韓版的NOS會印一排型號小字 這部分台版沒有印任何東西,比較美觀 紅色NOS顏色真的非常的漂亮 它並不是單純的紅色烤漆 而是一種難以形容、相當有深度的紅 不同的角度會有各種層次的深淺變化 色彩看起來艷麗飽滿 而且有一種特別的通透感以及立體感 整隻手機拿在手上非常的搶眼 讓人想忽視都很難 側面也是金屬紅色的邊框設計 同樣也是閃閃動人 正面的邊框則沒有什麼意外 採用的是黑色設計 S-Pen的部分搭配機身 也是全紅色的設計,相當的好看 而且在按鍵和鼻尾的部分用上了不同的烤漆 所以看起來光澤不太一樣 有多了一點金屬的感覺 韓版Note10 5G版本拿來台灣可以正常的使用 雖然在台灣用不到5G網路 但在4G的部分有支援到台灣目前的全頻段 所以通訊上網都不會有問題 只不過韓版Note10 5G只有支援單卡 而台灣推出的是雙卡版 語言的部分也都有支援中文顯示 這部分倒是不必擔心 另外台版Note10採用的是高通處理器 而韓版Note10 5G則是採用獵戶座處理器 最重要的一點是台版Note10記憶體只有8GB 雖然已經非常高,一般使用絕對足夠 不過韓版Note10 5G這部分直接給到了12GB 和台版Note10 Plus相同,所以爽度更高 其餘的硬體規格跟功能 台版和韓版就差不多了 在購買資訊方面 韓版Note10 5G算上運費 價格大概和台版Note10差不多 但是多了5G的網路 記憶體升級到12GB RAM 還有比較不容易撞機的稀有度 感覺是滿划算的 但也別忘了購買水貨會缺少原廠的保固 而且韓版Note10 5G只有單卡 並且搭載的是獵戶座處理器 這些在購買之前都要三思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開箱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歡迎幫忙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在第一時間看到我的最新影片喔 我是劉胖胖,我們下次見,掰掰 請按讚